他们是一群天才欺诈师 专挑有钱人下手 入行多年从未失手 团队一共有三个成员 女的叫达子 是团队中的领导者 负责物色肥扬 制定计划 她智商超高 个性疯癫 可以迅速学会各类知识 也可以扮演任何角色 年纪轻的叫小少爷 魂人谨慎细心 擅长各类骗术 年长的叫理查德 应变能力绝佳 变装技术一流 在三人的配合下 他们的诈骗时 所向披靡 这次达子又物色了一头肥羊 新加坡超级富豪 虎氏家族 虎氏家族的掌门人刚刚去世 留下了十兆日元的巨额遗产 掌门膝下有三个子女 大女儿是社交名流 家族拍面 二儿子接管了家族生意 作风抢硬 小儿子个性不羁 到处划天酒地 这笔遗产该由谁来继承 就成了虎氏家族最大的问题 三个子女争风向对 谁都不让谁 但奇怪的是 虎氏掌门人的遗书十分特殊 竟指明要将全部遗产 都留给第四个小女儿 米歇尔 米歇尔是谁 原来 掌门人年迈之际 谈了一场黄昏恋 米歇尔就是掌门人 在外面的私生女 这下三个子女都不干了 她们根本就不认识 这个所谓的米歇尔 又怎么能眼睁睁 看着父亲的遗产 交给一个来历不明的妹妹 其实 不光是她们三个 整个虎氏家族都没有人知道米歇尔的任何信息 包括她的样貌 年龄 身份等等 这也正是达子行骗的窃入口 她打算炮制出一个假的米歇尔 然后骗取虎氏家族的抚养金 为此 达子找到了一个叫点头妹的少女 点头妹的母亲也曾是个欺诈师 后来被男人骗了 因病去世 点头妹甚至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 之后 被迫跟着三流骗子行骗 一直被人各种使唤 但从无任何怨言 无论对方怎么骂她 她都只是一个劲的点头 因此 被叫做点头妹 一次偶然 达子出手 救下了即将被揍的点头妹 并看中了她 将其选为假扮米歇尔的人选 具体行骗计划是 达子伪装成米歇尔的母亲 带着米歇尔一起上门认亲 小少爷装成下人 混入虎家 理查德在外面负责侧应 计划定了 接下来就是行动了 达子需要骗过的人 不仅仅是胡家的三姐弟 还有胡家的管家 管家老连英臣 不是好对付的角色 他不仅是胡家的忠诚守护者 也是实际掌权人 之前 已经有好些个假扮米歇尔 想要骗取遗产的人上门了 都被管家给识破 扔了出去 索性达子事前调查工作做得好 加上天衣无缝的演技 还戴了一张和掌门人的亲密合照 又有模有样地 说了一段自己和掌门人 相识相恋的爱情故事 当然了 照片是经过合成的 爱情故事也是假的 但经过达子的那张嘴说出来 就显得很可信 管家立刻派人调查 达子早就做好了准备 给点钱打点一下 就会有人配合自己说假话 这一关基本就过了 接下来 实验DNA 这也难不到达子 伪装成像人的小少爷 迷运了胡家的大女儿 从他那里取来了DNA 达子又偷偷将点头妹的DNA 和大女儿的DNA 做了调换 如此一查之下DNA自然就匹配上了 有了最为关键的DNA证据 管家和三姐弟不信也得信 达子的计划成功了 他想着至少捞个50亿的抚养费 可事情却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管家表示 四个月之后 掌门人的扶桑期满了 将会召开一年一度的家族慈善派对 米歇尔将在派对上正式继承胡家的遗产 但在此之前 米歇尔和他母亲都必须学习上流社会的规矩 成为名副其实的名流 没办法 达子和点头妹只能在胡家继续待着 可学习上流社会的规矩还是小事 最主要的是 他们还得忍受三姐弟的各种嘲弄和阴招 阴招还不算什么 为了争夺遗产 三姐弟甚至动了杀心 一次 点头妹正要吃饼干时 却闻到了异味 达子将饼干丢给金鱼吃 金鱼立刻就死了 达子意识到再带下去 他们迟早性命不保 没辙 几人只能叫来了在外面侧应的理查德 理查德伪装成大使馆的人 以达子和点头妹的护照有问题为由 将他们带出了胡家 也算是及时撤退保命了 可很快 达子就发现胡家的人在跟踪他们 为了活命 达子只能带着点头妹 装作胃疼 逃到医院 打算趁机溜走 可最后 还是被胡家的人逮个正照 达子只能借口说 他们是出来散心 可现在 逃也没得逃了 达子只能带着点头妹 回到了胡家 刚于回胡家 点头妹的兔子玩偶 就沾满了血 被吊在床头 这是赤果果的威胁 可达子的倔脾气 反而上来了 现在 他不打算逃了 无论如何 都要拿到钱再走 达子先是借口安保不利 让装成下人的小少爷 做了自己和点头妹的保镖 以随时商量对策 然后又改变了计划 这次 他要跟三姐弟要钱 达子一次找上了三个姐弟 表示 他可以带着点头妹离开 但作为交换 他有一笔不小的抚养费 可输了三姐弟 也不是吃素的 雅根不吃这一套 达子再次失利了 就在达子郁闷之际 一个转折出现了 这天 达子发现了胡家的玉玺 那是胡家掌门人的身份象征 也是胡家代代相传的家族保护 起码价值1000亿日元 达子决定了 不要抚养费了 要偷玉玺 三个月后 米歇尔继承遗产的家族派对上 这枚玉玺 也会交到米歇尔手里 那是达子 他们偷玉玺的唯一机会 会辞 达子要点头妹继续忍耐 只要熬过了这三个月 玉玺就是他们的了 和刚来时候的不适应不一样 现在的点头妹精神百倍 绝今和达子一起干这一票 终于 三个月的上流社会训练结束了 一年一度的胡氏家族派对 在斯里兰卡的海岛上 拉开序幕 这天 全世界的权贵名流都到场了 点头妹一身公主的打扮 仿佛此刻 她真的就是胡家最小的大小姐 继承仪式将在下午六点开始 达子打算在仪式上调包玉玺 然后让朋友制造骚乱 最后趁机逃走 可达子怎么也没想到 这场宴会上 竟出现了好些麻烦的人物 一个是爱情欺诈师 杰西 专门调名媛 之前还跟达子有过过节 一个是寡妇诈骗师 最擅长装成天然呆调大叔 还有一个就更危险了 痴心溶戒 日本的山口祖老大 是达子一伙人的老对手了 之前好几次 都被达子他们骗得团团转 扬言 一定要抓到达子他们 狠狠复仇 这几个人的出现 让达子他们即将下手的计划 横授了不少灰险 索性不知为何 这几个人暂时都还没有任何行动 继承仪式即将开始 达子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必须按计划行事 仪式开始之前 达子给点头妹 带上了公主的皇冠 又问是否怨恨自己 将她卷入到这场行骗计划中 可点头妹这次却摇头了 她一点都不怨恨达子 只是觉得有些愧疚 她的身边还有许多像她一样 无家可归的孩子 可却只有她一个人 能住这么好的房子 能穿这么好的衣服 达子这才发觉 点头妹是个心定善良的好姑娘 终于到了下午六点 点头妹以米歇尔的身份走上舞台 在万中期待之下 说了一段慷慨的陈词 经过四个月的精英式教育 此刻的点头妹 退去了青涩和稚嫩 她充满自信 言辞果决 就仿佛她真的是胡家 即将继任的 掌门人 演讲结束后 下人锻炼了胡家的玉玺 按照计划 点头妹装作不小心 将玉玺掉在了地上 达子这个做母亲的 趁机上前调换了玉玺 玉玺顺利得手了 本以为事情就该落幕了 起了真正的麻烦 还在后面 一个身上饱满炸弹的男人 忽然冲了进来 还挟持了胡家的三公子 原来男人之前是做玩偶生意的 可后来生意却被胡家给抢走了 男人不仅失去了赖以为生的生计 就连心爱的妻子都因此过世 这次 男人就是要找胡家 同归于尽的 男人叫嚣着 要按下炸弹的启动键 所有人都吓坏了 可点头妹 却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 走到了男人面前 原来 他和这个男人 有过一面之缘 月前达子 带着他从胡家逃走时 男人不小心撞倒了点头妹 于是 送了一颗芒果给他 当作陪礼 在点头妹的提醒下 男人想起来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 这样一个可爱善良的女孩 竟是仇家的人 男人声泪俱下地哭诉 他这么做 只是为过世的妻子 讨个公道 可点头妹 却把脖子上的一个公主玩偶 掏了出来 递给了男人 那是他俩相撞当天 男人不小心落下的 也是男人过世妻子 留下的遗物 看着这个惨缺的公主玩偶 男人情不自禁地哭了出来 还不能让妻子的遗物 也跟着他一起被炸毁 终于 在点头妹的拥抱和安慰下 男人放弃了复仇 点头妹用自己的眼泪和真诚 画起了一场灾祸 而管家就在一边 看着这一幕 计划之外的危机解除了 达子本以为 可以带着玉玺逃之夭夭了 其料 更大的危机还在后头 管家忽然叫走了三姐妹 和点头妹伪装的米歇尔 似乎是要说什么秘密的事 原来 管家发现了达子 和过世掌门人的那张亲密合照 是合成的了 经过调查之后 还找到了过世掌门人 真正的情人 也就是米歇尔真正的母亲 还从那个女人手里 得到了一封过世掌门人的亲笔信 心上 掌门人确实表示 要将私生女娶名为米歇尔 还要把自己的遗产 全都留给这个孩子 可女人却告诉管家 他的女儿米歇尔 早在他肚子里的时候 就死了 所以这世上 根本就没有胡家的 第四个小女儿 米歇尔 管家震惊了 也知道达子和点头妹 是冒牌祸了 可不知为何 管家却没有说出真相 相反的 他将三姐弟 以及点头妹交到了一起 然后公布了这封信的全部内容 信里 去世的掌门人 说出了为何要将全部遗产 留给小女儿的原因 在掌门人看来 钱财乃是身外之物 他更在意的是三个儿女的人生 他的大女儿 是个向往爱情 也容易满足的好姑娘 可却被虚荣所困 不敢面对内心真正的感情 他的长子 梦想着成为一名昆虫博士 却迫于父亲的期待 而拼了命地做生意 他的小儿子 明明喜欢男人 却因家族荣誉而遮遮掩掩 可这一切都不是这三个孩子的错 而是他这个做父亲的责任 是他强迫三个孩子 走上了他们并不想走的路 面对父亲的道歉 三姐弟善然落泪 内心的心结也就此打开了 心结一解开 事情就好办了 三姐弟对父亲释怀了 也就不再坚持要遗产了 同时也见到了米歇尔 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点头妹完完全全地获得了信任 也正式成为了真正的米歇尔 可等他回过头去找达子时 却只看到现场一片狼藉 达子一行失踪了 原来就在点头妹被管家叫走后 可达子就有仇怨的日本山口祖老大 痴心溶剑找上了他们 痴心让达子交出玉玺 达子不愿意 痴心就硬抢 最后甚至叫来了两个刀客 两个刀客二话不说 狂丢飞刀 达子三人不敌 被飞刀刺中 全部殉命 就这样 点头妹以米歇尔的身份 正式住进了胡家 一段时间后 达子三人竟出现了 他们并没有死 现在才是真相的揭秘时间 原来三个月前 达子发现胡家的三公子 经常和痴心集团的大营量 便开始调查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查之下果然要收获 原来痴心本想和胡家做生意 但胡家的长女和长子 都不跟日本黑帮来往 痴心这才找上了胡家的三公子 但三公子是个吃喝玩乐的败家子 不被允许插手家族生意 于是两人达成了合作 合作的具体内容是 痴心帮三公子干掉米歇尔 米歇尔一死 按照法律 胡家的三姐弟就能平分遗产 到时候 三公子就能得到一大笔钱 也就能和痴心做生意了 这对他和痴心都有好处 为了刺杀米歇尔 痴心还找了两个越南的女刀客 达子得到这个情报后 立刻就派了大弟子 去打听这两个女刀客 结果发现 这两人是狂热的追星族 最痴迷各类男明星 达子于是想到了一个将计就计的招数 首先 达子找上了爱情诈骗师杰西 杰西号称天下没有他搞不定的女人 达子便让他帮忙搞定这两个女刀客 然后 杰西一美男计 搞定了女刀客之后 达子又找来了寡妇诈骗师 让他和女弟子穿上玩偶服 装成女刀客混入派对 最后 达子三人在身上穿上防护服 绑上假靴带 就等着痴心下手 果然 痴心在夺走玉玺后 要杀人灭口 可达子三人早就做好了准备 在现场不过是装死罢了 更爽的还在后面 原来 在继承仪式上 达子只是洋装调换玉玺 其实并没有换 递给点头妹的是真玉玺 而被痴心夺走的 不过是个赝品 一切真相大白了 点头妹奔向达子 她的伪装任务也至此结束了 可达子却要点头妹继续留在虎家 因为在达子看来 点头妹已经不再是那个冒牌货 她自行善良 勇敢果决 是当之无愧的公主 而管家也在一边 等着这位米歇尔回去 管家知道她是冒牌货 可是和达子一样 管家看到了点头妹身上 那能可愧的品质 只有拥有这些品质的人 才能真正撑起胡家的事业 点头妹动容了 是啊 短短四个月 她从一个卑微低贱的 无名小族迅速成长 赎金的她 不再青涩智能 而是能够独当一面的 当家之主 是真正的米歇尔 终于 点头妹告别达子 以公主的姿态 奔向那个属于她的 胡适城堡 你以为 这就结束了 并没有 原来那个所谓的 过世掌门人的情人 也是假的 是达子早就安排好的 他的真实身份 是达子的前辈 同样 也是顶级诈骗师的 刘兰 而那封所谓的 掌门人要将全部遗产 留给米歇尔的亲笔信 其实 也是刘兰按照达子的吩咐 模仿掌门人的笔记 写成的 也就是说 达子才是这场诈骗游戏 真正的主导者 但这次的诈骗结果 和以往不太一样 达子他们 一毛钱都没拿到 原本达子 是冲着玉玺下手的 可却被点头妹的 善良坚强 所打动 尽管如此 达子并不气馁 因为她虽然疯癫爱钱 可骨子里 却是个温柔 充满爱的纯真少女 故事的最后 点头妹 成了胡家名副其实的公主 她接管了家族的生意 而胡家的三姐弟 也各自卸下了心头的重负 开始去做那个真正的自己 什么是真正的高贵 什么又是真正的纯真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真正的高贵 和出生 教养 贫富 都没有关系 真正的高贵 不在皮囊 而在一个人的内在 就像点头妹 只有一心一意 为他人的幸福着想 只有勇于超越 过去的自己 变得善良 坚强 果决 勇敢 才是真正的高贵 而真正的纯真 也和一个人外在的标签无关 就像打字 虽然是诈骗师 虽然超级爱钱 可骨子里 却温柔善良 能及时向需要帮助的人 伸出援手 能放弃身外之物 去成全别人的人生 所以 高贵和纯真与否 看的是心性 而非表象 只有拥有那些美好 而又稀缺品质的人 才能创造真正的奇迹